罗依舟 先给我们打个招呼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原济森林舞蹈生学长 X1罗依舟 谢谢 是我们一个毕业的大典礼 即将妹妹们要登上荣耀舞台了 有什么想要加油打气的话 想要送给他们 其实路过这么多期 我发现他们就是 舞蹈生这个概念的本身 在他们身上我能够看到 舞蹈生这个词的本质的精神 就是执着与坚守 我觉得 说得好 辛苦大家 我稍微喘一个吧 先喘 先让罗依舟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要让金城有学习的时间 一下罗依舟每次的发言 是不是非常的 我 瞧你已经 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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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精神变成了我的电厂嘉宾 来一招 来 因为我现在在见到他们 穿着统一的着装 然后坐在这里 我又会回想起来 第一次录制触舞台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资料 会觉得他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 生活环境下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 这里面有我的学妹 也有我的学姐 不管什么样的年纪 他们都非常坚定地选择来到舞蹈生 这个节目 站在舞蹈生的舞台上 去寻找自己那个初心与至爱 我会觉得难能可贵 也谢谢你们 信任我 帮我成为你们的学长 谢谢 特别感谢罗依舟 在这一季当中 对我们舞蹈生的陪伴 感谢依舟 谢谢哥哥辛苦了 也不知道乐雅他这次是什么舞种 他今天的这个头是 头发的造型还挺蛊惑的 师姐嘛 中细的师姐 师姐的前面几个舞台 一直以来都是那种表现力非常丰富的 我们看到她的这个舞台 其实更多的是给予一些观众 一些启示和启发 这个出手 四拍出曲 一二三四和一二三四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师姐做得非常好 而且很不容易啊 因为前面的Cephyr的秀 完了之后第一个登上这个荣耀舞台 很棒 谢谢 谢谢 星童听完你的发言 我会很想跟你表达一个思想 我觉得你永远不要把你的关注点放在那些质疑上面 接受到那些质疑如果是正向的批评你一定要积极接受 积极的进取 但是我觉得面对其他的声音 你真的都不用去在意 唯一标准是你呈现出来的作品 那么观众的反应会给你真正的一个答案 你要真正抓住你走在这条路上的那些美好就可以了 这次你的舞台做了咱们中国戏曲艺术 还有中国古典舞的这种融合 确实让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艺术融合的魅力 你这一路走来呈现不同的风格也好 或者这次做的尝试也好 其实给我们大家也是一个启示 这是我们现在年轻的舞者 年轻的演员 诚心在舞台上的东西内容要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学习方式要海纳百川 要融会贯通 而不是做一个单单某一个舞种的输出 你会有很光明的未来 要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加油 乐观和自信是你身上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林怀 她的 她的 她靠近的努力站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我觉得 作品的时候 其实内心越看下去越会更沉浸 看到了一个富有师叔气自滑的女孩 应该呈现出来的状态 我觉得这都是得益于林怀同学 确实每一次的这种文学素养的积累 这种知识的储备 对于尤其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 对于创作节目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然后我确实这一点非常一定要向你学习 我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坚持这样的路子 那我觉得你可以坚信这一点 就是将来你在外面的舞台呈现出来的时候 也不需要什么样的综艺感 也不需要什么样的辞早 我觉得唯有真心才能达动真心 观众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判断 你一定要加油 我就跑下台问我妈妈 我说妈 是你们的喜爱 谢谢 表演的天鹅就代表了你来到舞蹈生之后 你所经历的这个心路历程 并且你也确实做到了打破了你在出来扎到的时候 分享给大家的那些困扰和对自己的质疑 你做到了很好 谢谢 谢谢 你觉得会是谁 我也要不动 这两个我 我觉得是非常擅长非常成熟的 可以用舞蹈肢体语会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感情的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就是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咱们年轻一代的演员和舞者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咱们的舞蹈 让中国的舞蹈事业蓬勃发展 谢谢 这个夏天遇到的 是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的 舞蹈声也可以是这个舞台上 新的方式 新媒体的方式也好 或者说更多的传播手段 把我们的舞蹈原本的样子去展现出去 这样的方式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 来关注到咱们的舞蹈 有什么样的 是这一种我重新是 所以要有一种我会带